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隔音与隔离措施 确保噪音不超标 一般的高速公路隔离防护网都是铁丝网 考虑到京港高速公路穿越自然保护区域段落 周边有大量的野生动物 一方面他们在触碰到刺铁丝网容易受伤 另一方面如有小的动物穿破铁丝网进入道路范围内也可能被碾压 所以项目专门在此区域隔离铁丝网两侧 增设了长达21千米的防护板 以防止动物受伤 同时项目花飞巨资专门介绍了多处动物专用通道 保证道路两侧的动物能够自由穿越前夕 作为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我们有责任面向未来 着眼可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随着绿色京港帮忙领舰的落地 使京港高速公路成为柬埔寨一条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之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